弟兄姐妹 早安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这段时间我们读了约翰一书 二书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约翰三书 其实这些书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例如爱 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 在约翰的书信当中最常提到的就是爱这个概念 它说要爱神和彼此相爱 第二个特色是关于真理 真理这个字在约翰三书里头 约翰一书里面提到十二次 二书里面提了六次 三书也提了六次 在约翰的书信里面 爱跟真理这两个字是最常出现的 如果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 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相爱 而是按着真理来相爱 换句话说 真理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道理 真理应该表现在彼此相爱的里面 在约翰书信里面有第三个特色 第三个特色是叫做喜乐 这个喜乐到底是怎样的喜乐呢 你看约翰一开头的时候 就是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将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 圆安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也提到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已经告诉你们说了 是要将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心里 将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耶稣的喜乐是什么 耶稣的喜乐就是遵守了天父的命令 与神合一活在爱里 有爱就有喜乐 上帝最大的命令就是要活在爱里面 活在爱里面就有喜乐 耶稣的喜乐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 彼此相爱 所以当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来爱神爱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喜乐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喜乐是什么呢 更大的喜乐就是当我看到我所带领的人 也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 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 约翰三书的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 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自己遵守上帝的命令 活在爱里面 这是一种喜乐 第二种喜乐是我看到我的儿女 不管是肉身的儿女或属灵的儿女 当他们也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 约翰等于是在告诉我们 当整个家或整个教会 在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做父母的或服侍人的人 他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他们的儿女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自己喜乐是我们自己的喜乐 但是看到所生儿女也遵行神的话 彼此相爱的时候 这种喜乐是加倍的 阿们 那么接下来 约翰用三个人物来表达按真理而行的例子 三书一开始 显然约翰就是要写信给一个叫该由的弟兄 对他有些鼓励 第三节说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胜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 往下看 到底该由行的什么真理 按真理行的什么事情 让约翰可以有如此的喜乐呢 第五节说 亲爱弟兄啊 凡你像克里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第七节 因他们为主的名外出 对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些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在为真理做工 原来该由做了什么 该由接待了这些人 做了接待的工作 当时教会和基督徒会外出宣教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旅馆也缺乏 所以各地教会的弟兄们呢 会接待这些宣教士到家里头来住 即使并不认识 也仍然热情的接待 公吃公住甚至于公旅费 这种接待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表现 也是支持宣教的表现 不论在当时或者现在的社会里面 教会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文化跟习惯 这是很重要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不但对外传福音呢 会很有帮助 对内建立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和团庆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接待文化 今天福音很难继续传下去 约翰对于该有呢 是非常的肯定跟鼓励 他鼓励什么呢 第五节 第六节 一起来帮我读 好吗 第五节 第六节 預備 来 亲爱的宋儿 凡女相不可所寻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这个会议前期 二配的上来 帮助他们前面 这两节圣经的意思呢 是约翰非常肯定 该由根据真理而行出来的爱心 接待了那些做客旅的弟兄 包括主内的弟兄姐妹 也包括那些为主的名外出的宣教士 该由都接待了他们 接着约翰鼓励他们 以对得起神的态度 继续接待人 并且帮助他们前行 因为约翰知道 按真理而行 就是要活出实际爱心的行动 特别是爱心的接待 真理和爱是紧紧相连的 按真理而行 不是硬帮帮的规则 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 耶稣也曾说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 就是接待了我 所以按真理而行 具体的表现就是爱心的接待 这就是接待耶稣 也就是接待神的侍奉 所以约翰特别写信 支持他 第二个人物叫做什么 第二个人物叫做丢特飞 对 没错 丢特飞 使徒约翰对他是特别指责和提醒 为什么约翰要责备他呢 因为他好当领袖 却又不按着真理而行 甚至于所作所为和真理是违背的 还用恶言来批评别人 难怪约翰要责备提醒他 第十节这边说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主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 并且将那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 丢特飞他的行动 非常的破坏彼此相爱的关系 也破坏永生 难怪使徒约翰一定要责备提醒他 因为这已经不是约翰个人受伤的问题 而是让教会无法按真理而行 无法彼此相爱 无法宣教拓展 若不处理教会 教会一定会受到亏损 所以约翰圣书除了为了鼓励该有的爱情接待以外 也提醒教会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约翰说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在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 就是他会不肯接待弟兄 也不准别人接待弟兄 这是行恶 这是罪 这是未曾见过神 也是没有重生 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如果不去接待 不去服侍人 就是没有重生 而是当我们一直处在无法接待 无法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是一直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 活在罪里面 生命有问题 像丢特费一样 第三个人物叫做迪米丢 使徒约翰亲自为他做见证 见证这个人的善行 第一章十二节一起来帮我读 十二节预备 来 迪米丢行善 迪米丢的行善是什么呢 就是他用爱心接待人 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迪米丢的行善 又强调了有众人和真理给他做见证 主要的目的是要借着迪米丢的行善 和丢特费的行恶 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来鼓励该有的要继续的用爱心接待弟兄 你会说用爱心接待人有那么重要吗 没错 因为福音的本质就是接纳 上帝用他无条件的爱来接纳罪人 接纳是内心的态度 而行诸于外的人是接待 耶稣接待我们 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们 他也要我们接待他 领受他所赐的生命 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边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什么 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一方面耶稣要我们接待耶稣 另外一方面耶稣也要我们接待人 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我所差遣的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原来接待人是这么有价值 接待人等于接待了耶稣 也等于接待了天父 难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耶稣说要照顾有需要的人 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给他帮助 这样接待那位小的弟兄 就是坐在他身上 耶稣说这样的人是义人 可以享受永生与主同在 接待工作是显出我们生命的特质 耶稣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 给了门徒一条新命令 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还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显然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有个特征就是会彼此相爱 怎么样彼此相爱呢? 从用彼此接待开始 不只是接待那些外来的客旅 也接待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如果小组教会可以有这样的接待 这样的相爱的关系 那么新朋友来到这个教会小组 他一定会被吸引留下来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教会小组成为爱的团契呢? 怎么样可以有爱的氛围 有接待的文化 让原来的人喜欢参与 让新来的人不离开呢? 约翰三叔 约翰的话呢 给我们两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是抓住机会按真理行善 抓住机会按真理行善 我开始学习接待这个功课 也是因为《马太福音》25章的故事 有一个王要把他的国分给那些曾经接待他的人 曾经在他饿了的时候给他吃 渴了给他喝 做客礼的时候留他住 吃生肉体给他穿 病了来看顾他 在监牢的时候来探望他的人 但是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呢? 王就回答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接待是一个机会 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你就接待了一个小子 一个不起眼的小子 或者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 不太好亲近的人 你接待他 说不定你就接待了耶稣 西伯来书也提醒我们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 更何况我们都是客旅 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 我们在这个地上接待人 上帝在天上接待我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真理堂好像有外国人来 都会赶快来叫我 都会送到我这里来 其实我的英文不太好 国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好好念英文 但感谢主上帝给我一个很厚的脸皮 还有会说英文的太太 有一次有一个外国人 他来到台湾 他叫白安佐的 也许有一些人很认得 他在大学的时候受过一些校园的训练 毕业以后有人告诉他说 如果他要来台湾 他可以来找Pastor Moses 所以他就拎着他的皮箱 一个皮箱就到台湾来宣教 那个时候的他完全不会说中文 口袋里头也没什么钱 只有我家的地址跟电话 他就这样子来了 第一个月就让他住在我家里头 然后我们帮他找房子 找工作 找师达的学中文 然后也让他参加我们家的小组 慢慢地他就适应了真理堂和台湾的文化 也认识了我的木区 那一年以后呢 他的中文就稍微进步 可以开始对话的时候呢 我就让他发挥他的恩赐 让他带英文查经 那我们家就开放家庭 开放家庭让我家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非常多的祝福 那英文小组呢 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有英国的 美国的 德国的 日本的 马来西亚的 印度的 还有非洲的 有的来学中文 有的来教英文 也有来当记者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而且呢 也吸引了不少木道友 就这样子 我们家就开始有人受洗 一个 两个 越来越多 那我们家一个小组装不下 就变成一个国际分区了 那这位百安卓弟兄 在台湾娶了漂亮老婆以后 就回美国去了 但是上帝又派了一对 刚结婚的寻教士Eric 他们来台湾 他们本来是要去非洲的 经过台湾的时候 上帝感动他们要来台湾 所以同样的 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台湾没有认识什么人 第一个星期就住我家 我们完全是基于接待客旅 接待耶稣的心情来接待他们 那么上帝也透过他们 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他们愿意留在真理堂尾生五年 于是就在我牧区开始了一个将近百人的双语团契 后来当他们按着神的感动去万华 去开拓教会的时候 上帝又送了一个韩国牧师来真理堂 这位韩国牧师曾经已经在天母开过一个教会 但是因为教会的一些纷争被迫离开那个教会 他来真理堂的时候是他心情最低落最低潮的时候 他在主日崇拜当中潜水了一段时间 隐藏着希望不要有人发现 当杨牧师先知性的吩咐 要我去找一些会说韩语的人 我就用紧紧会的两句韩语 就开始了韩语团契 现在我们的韩语团契也将近百人 有崇拜 有吃饭 有乐团 什么东西都有 崇拜完了还把影片上YouTube直播 三年前我为一个也是自己跑来真理堂的伊朗人 来为她受洗 为她上新生命 为她受洗 接着 后来因着我的太太生病 就结束了这个英文小组 没想到几个礼拜前 又有一个蒙古来的姐妹 一样也是上帝要她来真理堂 但是她来了真理堂以后 没有找到一个任何的小组 当然这个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我 还是找到我这边来 因为她不会说中文 大家不会说英文 所以就找到一个脸皮厚的人 本来我也可以拒绝 因为我要照顾太太 实在没有力气去为一个小姐妹去开一个小组 我也可以找很多理由去拒绝 但是我跟上帝说 主啊 你如果给我同工 那我愿意试试看 就这样我跟上帝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派了同工一个接一个的来帮助我 所以现在我们的英文小组又发芽了 希望有一天我们马上又变成一个英文团契了 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大家 接待是要抓住机会的 行善和彼此相爱是要抓住机会的 当上帝把一个人带到你身边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要去服侍他 好像是你要去付出 其实那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 神要祝福你的机会 你一接待 说不定你就接待了天使 就接待了主耶稣他自己 Amen 第二个让我们能够按真理接待人 活出爱的团契的关键就是要面对老我 用真理除恶 用真理除恶 第一个是抓住机会按真理行善 第二个是面对老我用真理除恶 其实我的本性并不是一个喜欢接触陌生人的人 以前我长得很瘦 又有一个很沙哑 看起来好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面的声音 辛苦大家了 加上不太会考试念书 还有瘦肉的身体 所以常常是想要一个人自己躲起来 但信了耶稣之后我才渐渐的好起来 我才听见 其实上帝早就说我是祂定做的 是特制的 在我生命里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但是听了几百遍 我信心的成长还是很慢 我也发现我不想去接待人 其实是因为我怕不被接纳 其实是我怕不被接纳 怕别人不接纳我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因为自己不接纳自己 自己不接纳自己 所以我里面有一个老我 有时候很自卑 有些时候很骄傲 心里头没有爱 也是只注意自己 当然也不会想要去接纳别人 有一首歌 很老的歌 叫做《耶稣一来》 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 孤单可怜一概者 一个乞丐 孤单可怜一概者坐在路旁 双目失明不能得见亮光 紧握破衣在黑暗中占经不停 耶稣一来使他重见光明 耶稣一来撒旦的权势就粉碎 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 除去又暗使痛苦变为甘甜 耶稣一来使万事都要改变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 那也说出来我生命的写照 但是自从耶稣来了以后 我那个又自卑又骄傲的破衣 一件一件的脱落了 崭新起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对自己新的看法 那个看法也就是上帝对我的看法 生命不一样了 也开始勇敢的愿意去接触人 愿意去和陌生人交往做朋友 现在我最喜欢的服事之一 就是做新人跟进 因为可以跟很多第一次认识的人做朋友 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分享耶稣是怎么样改变我 所以如果你要说接待人有多少困难 我跟你说接待的障碍可以很多 但最大的障碍是你不够认识上帝有多爱你 我再说一次 不去接待人的理由可以很多 但最大的障碍是你不够认识上帝有多爱你 也就是你心里头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爱人 我鼓励你勇敢地跨出去练习 练习相信神的话 多听上帝对你的看法 少记得别人对你的看法 甚至于忘记你自己对你的看法 思想改变了 神明就跟着会改变 耶稣说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要做上帝的儿女 弟兄姐妹 圣诞节要到了 下个星期四 就是一年一度的平安夜 那么这个日子就是一个接待耶稣的日子 也是一个接待人的日子 在外面有许多人 他们的心灵是孤单的 甚至于是忧伤痛苦的 而我们这些领受过救恩的人 可以做一件让耶稣最开心 也是让我们自己最喜乐的事情 那就是邀人来参加圣诞夜的庆典 好好的接待他们 让他们接受神的爱 做上帝的孩子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有些时候 你也觉得你自己没有恩赐去接待人 有些时候你觉得跟不认识的人 要寒暄打招呼 要交朋友 是一件耗你心力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我跟你说 当神的爱住在你的里面 这个瓦器就要变成由宝贝而珍贵 所以你就要被神改变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 非常有生命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爱 不喜欢去接触陌生人 去邀请人来认识耶稣 我现在要为你祷告 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胸口上 按在你的胸口上 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喜欢接触人 接触人 跟别人做朋友的人的话 我要为你祷告 上帝怎么改变我 我求神加倍地帮助你 你可以把你的手按在胸口上 说主啊 我在这里 请你改变我 天安天父 我为这些弟兄姐妹 来向你祷告 或许你改变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接受你对我的看法 接受你对我的爱 接受你对我的宝贝 一直有知道我是尊荣的 我是可爱的 可是我知道 在你的眼中 我是完美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依止我 我也奉主的名要 祝福这些弟兄姐妹 或许你怎么样帮助我 你也加倍地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让他们看自己的眼光 就像你看他们的眼光一样 让他们看自己的眼光 就像神看见他亲爱的宝贝的孩子一样 因为你曾住在他们里头 成为他们心中爱的泉源 爱的力量 让他们腹中由活水涌出来 可以滋润他们的心 也滋润周围的人 谢谢 可以放下 在第二个邀请 就是你愿意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邀请人来参加圣诞 我愿意接待每一个在你身边的来宾 愿意跟他们成为好朋友 愿意跟他们分享圣诞节的秘密 圣诞节的奥秘 愿意去邀请 并且接待他们来参加崇拜的举手 我们举手我们相声 呼喊说主啊 我心里头有一些人 我愿意邀请他们 我愿意让他们也可以 像我一样得到真光 得到这最美好的宝贝 我们把手举起来 天父我们也向你仰望 向你举手 就代表我们的愿意 愿意成为一个接待人的人 愿意得着这样的接待的恩赐 去分享 去关怀 去鼓励 这些在黑暗中 这些迷失方向的人 给你祝福今年的圣诞 2020的圣诞 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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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